今天這部片沒別的,就是來告訴你,孫仙孫一貞到底有多強,他出道22年零富貧,年年有作品見識,韓國唯一大小滿貫影后,身家高達18億元台幣,更重要的是,他與韓國四大公共財之一的玄冰,官宣布入婚姻店, 兩人感情發展迅速,2019年合作愛的迫降結束後,戲裡的愛延續到了戲外,特別的是,不像某些男女性相戀時,雙方唯粉瘋狂撕逼,這對強強聯手,郎才女貌,天造地設,讓全球網友一面倒的支持與祝福,堪稱2022年最令人振奮的娛樂新聞。 《《國際的第一次》是川島的第一次經歷史、我認為你才有第一次一名《國際第一次》的一名《國際兩次兩次》是一個第一次對的結婚女女性的第一次同意,咱們是 pub前的第一次在一名的歌曲啊! 《壞口言》第一次第一次。 《確實是今三名的第一次》 《吉祝福,堂ens諾的女性的第一次》 我愛你 我愛你 现在的爱情就是我的初恋,这句话可不是随便说说的, 孙仙魅力无穷,或许当然也有几段绯闻。 2003年他和宋陈县合作电视剧夏日香气,两人坦诚私底下常传简讯聊天,加上传出片场互动亲密,不凑一起太对不起媒体与网民的八卦魂,无奈绯闻终究是绯闻。 2009年,孙义珍和朱志勋传出秘密交往四个月,被爆料在首尔新沙洞共进晚餐,甜蜜氛围被推测是恋人关系, 只是刚爆出来没多久,朱志勋就涉嫌吸毒被抓,然后两人就分手了。 2013年,孙义珍与金南集连着合作电视剧《鲨鱼》、电影《海贼》,传出恋情, 南方还在节目中直言孙义珍是我的No.1,秘密交往四个月的消息大传特传,搞得双方经纪公司最后只好出面澄清, 说他们只是很好的朋友。 2018年电影《与你再次相遇》,找来孙义珍与苏志勋当夫妻, 男方公开表示对女方有点心动,女方则反赞有苏志勋这种性格的老公的话,别无所求了, 但电影宣传其过后就无销无息,看来为了票房,营业是必须的。 其实在玄冰之前,粉丝们纷纷敲碗的,是丁海银与孙义珍这对姐弟恋, 两人出演经常请吃饭的漂亮姐姐,从戏里甜到戏外,丁海银曾说孙义珍美到她不敢直视, 更承认每个瞬间都在心动,而孙义珍的访谈内容也是暧昧满满,她是我会喜欢上的人, 可是我们不会交往,但如果她说交往的话,我也不知道会怎么回答。 但你知道的,为了收视率,营业也是必须的,细播完,两人就散场啦。 到了玄冰这一part,唐有多多就不多说了,这两人会都在一起,除了外表好,性格和,孙义珍曾说过自己不会一见钟情,感情是需要培养的。 认爱小白球的两人,因一起去打球被拍到而认爱,也多次被募集在球场约会,或是去卖场挑选体育用品,有相同的兴趣,难怪感情培养得如此之好。 而且无论年龄,事业,两人都到了非常成熟的时机,难怪玄冰会是孙仙唯一公开承认的恋情,难怪最后会一起走入婚姻。 爱迪生有据名言,天才是1%的天分加上99%的努力,那孙义珍这一路走来,绝对是一路走来,绝对是一路走来。 爱迪生有据名言,天才是1%的天分加上99%的努力,那孙义珍这一路走来,绝对是一路走来, 是99%的努力逼出99%的天分。 1999年,身为菜鸟演员的她只能跑跑龙套,拍拍广告,直到2001年韩剧《美味关系》才首次主演,接着就仿佛开外挂班,一路冲刺。 假如爱有天意,我脑海中的橡皮擦,老婆结婚了,我的见鬼女友,摩天楼,海贼,得惠翁主等电影,步步经典,得奖无数。 孙义珍也成为韩国电影动员人次最多的女演员,韩国80后中唯一一位大满贯影后,韩国唯一一位大小满贯影后。 电影成绩优秀,电视剧也快至人口,从早期的夏日香气,恋爱时代,到近期的经常请吃饭的漂亮姐姐,爱的迫降都令人印象深刻。 在这些辉煌的背后,她既孤独又忙碌,刚出道的三年间,忙到没时间跟任何朋友见面,压力值不断上涨,终于有一天爆发了。 那一位当时,我看了自己的生活,我最终得疯得很 아버弹で。 最后,我感到最辛争吧。 我感到不想和 failed在做好,如何做好好是操人的一位不知,。 我感到不不想和。 超过雅的舞台后,我一起迫续过了我,我凶了一位大胞梯的。 所以我跟那些 但是,但到时hus闪战友们 都很闹路一些 所以,但是我们很多不同的人 都被人家 знаком 我想,我跟那个男生都是 我们跟那个男生有一个 他自己的在乎 做的一个人 是学会的 他跟那个女生是 但我现在中间 现在已经被哭了 那些女生是 我把所有的男生就 是因为 那些人都在 自身上还是 自身上的感情 就沮丰了 所以我hran 湿了 在那些瞬間 我必須要做的事情 我必須要做的事 我必須要做的事 我懷疑和責任 我懷疑了 哭過之後 再站起來就好了 回想以前真的一瞬間就過去了 我好像只看著前方跑過來的 就算做不到我也認真嘗試過 二十多年來 孫一貞一直衝刺在事業的第一線 不斷挑戰自我 開創戲路 愛情 喜劇 災難 動作 古裝 懸疑 乃至人物傳記 都有她的身影 我把我的青春奉獻給了演戲 我的青春除了演員孫一貞 好像就沒別的了 我最近的想法 有很多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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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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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随着年龄的增长,她走过彷徨,懂得喘气,知道演戏并不是全部, 看书、看电影、运动、高尔夫球,懂得享受生活之际, 也有了愉愉去拥抱喜欢的人 与玄冰在一起水到渠成 事业爱情良得意 在这样幸福的状态下 希望她能在戏剧路上开挂下去 随时带给外界惊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